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業界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來這邊跟他做焦點論壇 因為是焦點論壇 所以主辦單位軟邪就說 希望在論壇之前請我做5到10分鐘的焦點聚焦 但是我突然發現說 要焦點聚焦已經剛剛幾位 包括說微軟的變種、總經理、創辦人、營運長 都已經把它聚焦了 我就在想說我要講什麼 不過我後來想到 我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幾天用我們叫做深層式AI的心得 首先我要先回答營運長的概念 因為我在台大教書 我在台大商業所教書 也在鎮大EMBA教書 我在去年OpenAI要付費的時候我就付費了 所以我現在跟台大的學生說 我們期末報告本來都是交報告 我現在都不交了 因為我說交報告太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交用GPT寫的報告給我 我要放到GPT說哪些是你寫的 那這樣太複雜了 所以有考試 兩小時考完就最確實的東西 這樣一事見真章 這是我們因應的方式之一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以前跟仁達是在製作會服務 我在產業情報研究所工作 那我從2020年退休之後 就在台大教書 那現在也在台大服務 也創了跟委創的副董事長黃伯團 還有商周的前社長余國定 成立一個數位長營學院 跟大家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給各位 因為大家都有影片 我想應該要秀一個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欣賞有AI創作的會服的作品 小林是一個喜歡新知 充滿好奇心的女生 有一天她讀書讀得有點累 不知不覺躺在床上睡著了 在夢境中 她夢到身體輕飄飄的 穿越了層層的薄物和雲朵 小林發現她竟然穿越到17世紀的英國 小林遇到她靜陽已久的牛頓 小林好奇著問牛頓 你是如何想出運動的第二定律 牛頓告訴小林 她因為觀察到果子從樹上掉下來 於是從中推導出了運動的第二定律 話剛說完不久 夢中場景突然切換到20世紀初的美國 小林最崇拜的愛因斯坦 竟然就在她身旁 小林問她 你是如何想出相對論的 愛因斯坦回答 因為我發現如果假設光的傳播速度很定 會產生許多矛盾的結論 然後就提出了相對論的概念來解決這些矛盾 話一說完 小林發現夢中場景又變了 她發現自己被帶到了英國劍橋 在那裡小林遇到知名的宇宙學家霍金 小林好奇地問她 你對於宇宙起源有什麼看法 霍金親切地回答 我相信宇宙是源自於一場巨大的爆炸 隨著時間推移嬰兒產生了無數的心繫 小林在謝謝霍金後 自己就醒了過來 她起身站到窗戶旁 覺得這次的夢境真是非常有趣呢 好 這個是一年 大概去年的一月的時候 有一個醫生傳給我 就在YouTube上面 我看了嚇了一跳 一年多前 那之後的進展就是剛剛這個 我們張英運張 還有這個變種提到的這樣的概念 可是各位知道說像這樣的繪本 如果是你一個做這樣子的人 是多久做好呢 我跟大家講 大概15分鐘做好這一部 一分半鐘的影片 15分鐘這樣 那我曾經在去年的2、3月 在有一場演講的時候 我就問做動畫的朋友說 你們通常如果要做一個這樣的繪本 大概要多久 各位看 這個都是用GPT構思繪本 然後用Missory做插圖 然後做Clipchamp 做這些旁白字幕配樂 好 那一年之後就是像剛剛大家看到的這樣的內容 所以我才寫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一年大十村 為什麼 其實剛剛提到的文本 寫程式、image、audio、video 全部出來了 所以比人還智慧 那為什麼寫這一張 因為我突然發現 大家看那個Sora一定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漂亮 因為連做動畫的人都嚇一跳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跟他訓練的資料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這些影片如果不是很漂亮的 就很精美的進去的話 你下文章出來就會很粗躁 因為我這幾天 自己也寫了一個簡單的小劇本 我就是打兩小無猜 然後這個兩小無猜 腳本就做出來兩小無猜的一個劇本 大概兩百字 然後就放到硬檢 大家知道硬檢嗎 就做影片 就做一個影片出來 然後那個品質看起來就滿差的 那個硬檢是大陸的版本的 簡直大陸版本的Sora 好 這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 Gobbing in, garbage all 所以這個是寫到說 因為那個 就去年一月的時候 就是黃泊潭 就是我們那個 他傳給我一個文章 就是一個白人 就問那個GPT說 請問二加五等於多少 那GPT當然答七啊 那答七之後呢 這個他就跟那個GPT開玩笑說 我他也說是八耶 他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問他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是小柱田家有問題呢還是什麼 他說我太太說就是八 那GPT說 會不會是敬畏的問題呢 我太太說是八 所以GPT沒辦法就說 如果你的太太堅持是八的話 因為我的資料只到2021年 所以可能就是八這樣 這是GPT的回答 可是那是剛開始的版本 到現在 可是原來的版本 訓練的資料是英文的資料 因為他用英文問 後來我就用中文問 答案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我問他說 請問二加五等於多少 他說是七 我說我太太說是八 中文 然後呢 那個GPT就說 那可不可以小數點 有加位的問題啊 就問來問去 我就一直回答說 我太太說是八 結果你知道GPT怎麼回答嗎 他說如果你太太堅持是八的話 這時候你要採取一種寬容跟理解的態度 這樣 哇我聽了覺得說 這個是很有EQ啦 才能夠做這樣子的回應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不同的回應呢 當然我們每一次問答 結果都不一樣 不過很重要就是說 你PT的資料 到底中文還是比較講中庸嘛 有一點這個EQ 那那個 這個英文可能就不一樣 然後為什麼幾米大十寸呢 剛剛除了剛剛提到的這些進展之外 因為有一次在博士班 在正大博士班口試的時候 然後呢有一個教教就跟我講說 各位知道3.5你問他 說如果一支萊福槍 電線桿上有十隻鳥 打下來他會剩下幾隻 3.5回答是9隻 這個我想大家很簡單數學嘛 但是4.0會回答0隻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知道脈絡了 就是說你打下去聲音就把它嚇掉 所以0隻 是不是很聰明 可是後面這個更聰明 問他說 如何泡東方美人 然後呢3.5板是怎麼回答我呢 他說如何泡東方美人 意思就是說要追東方美女 所以呢第一個你一定要體貼 然後呢要適時的送小禮物 然後呢要表現出聲勢的狀態 就給你10點的追女朋友的心得 但最後第10點更厲害 他說但是千萬不要死殘爛打 你一定要尊重他的選擇這樣 蠻厲害的對不對 可是到4.0就不是這樣回答 他說如何泡東方美人 他的回答是 東方美人是一個白豪烏龍 然後呢你呢如果要泡東方美人 第一你拿少許茶葉 然後呢煮開水 85到90度左右這樣 就一路這樣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厲害 那這是另外講一個例子 我們台大電機器有一個教授 他就講說 他問那個GPT的一些小故事 我就照做了一下 就是前天晚上做的 就問他什麼呢 說GPT請教 我這只有付費的喔注意 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 那個你會做什麼事情 他就列了20項 比如說會產生文本 會寫程式 會解說 會怎樣 20項 他說你可不可以把我畫成文字雲 文字雲 結果呢他就畫出來了 但是都是方塊 或者長方塊 或短這個 橫的直的這種不同的方塊 就是沒有中文字 那我就說 為什麼沒有中文字呢 他說因為我沒有中文字型 所以沒有辦法顯現出這個文字雲的中文字 我說那好沒關係 我就到Google去找中文字型 然後就上傳中文字型 而且是沒有解壓縮的 就放上去 一放上去之後 一上傳 他竟然說 我看你剛剛傳了一個未解壓縮的檔案 我來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果然是 之後他就把它變成文字雲這樣子 哇 我看了 我就直接看了就非常amazing 就是說他竟然可以聰明到這種程度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對產業就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一個剛剛講 教授要怎麼教 那個林一平 我們教到那個教授 他就說他教IoT 他說 還好他快要退休了 否則他不知道怎麼教 不過他知道他開玩笑 他說他現在叫那個學生說 你可以用GPT寫程式 但是你要告訴我 GPT寫了什麼 你改了什麼 哇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第二個呢 有一個校長 新竹的大 有一個大 在新竹的大學的校長 他說 他以前致詞呢 都是找那個秘書寫 現在秘書都不用寫了 那他自己叫GPT寫 寫的比秘書還好 然後這個房地產行銷 各位知道說以前都要拍 早竟然沒你 花很多錢拍照嘛 現在也不用了 那行銷公關找人呢 他不是 以前都會測小編的中文能力 現在不用 就是測小編會不會用GPT這樣 然後呢 這個一個EMBA畢業 他說要找工作要幹嘛 寫履歷全部 甚至他要出國去旅遊 因為各位知道說 GPT現在可以外掛嘛 所以有一次那個 王偉忠就問我說 唉唷 這個我們這種 因為上他節目 他跟我說 像我們這種廣播節目 怎麼做數位轉型 我當場就跟他講說 就像那個張志偉用的那個 我們的營運長用的那個 虛擬偶像 我說你可以訓練 不同的小王 王偉忠嘛 小王不同的虛擬偶像 然後為他不同的風格 然後呢 同時呢 就可以產生非常多的節目 而這些節目 你就看哪一個節目 最受歡迎 然後呢 就好好養它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說 學校職場 產業發展 都產生非常大的落差 好 所以呢 我最近就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談說 如何運用這個深圳式AI 來提升競爭力 主要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 當然就是我們的產銷人發財 剛剛看到變種了很多的 use case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我們叫做價值系統 就是上游中游下游如何協同 第三個呢 就是生態 所以剛剛那個變種有跟我說 他準備用一個 這個慢慢的中大型企業做好了之後 能不能變成一個SARS 然後讓他開箱即用 這是第四個就是 有沒有可能變產品跟服務 這其實是未來的一個可行的一個思考的方向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為了要了解這些可行的方向到底可不可行 我們就邀請了幾位專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位呢 是我們支撤會的楊仁達楊副指引長 我們大家掌聲歡迎一下 第二位呢 就是剛剛的這個資安專家 奧義智會的吳明蔚 吳創辦人 第三位呢 是我們人工智慧犯基金會的張志維營運長 我們掌聲歡迎 這個主辦攤會本來有給我一個題目 就是說要請到大家 可是我發現那個題目幾乎都在那個張志維營運長 裡面的簡報裡面 他裡面提到說 哎呀我們應用這個 深層式AI有什麼挑戰嗎 對不對 第一個挑戰就是應用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呢我想先就這個題目來請教大家 就是說其實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深層式AI的落地實踐 到底要怎麼落地呢 其實是現在是大家看到的 那到底我們怎麼來思考說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大概大型企業大概沒問題 有錢有人有技術嘛對不對 那很廣大的專業企業怎麼辦呢 這個是不是可以請我們楊副執行長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主持人 各位現場的嘉賓大家好 這個前面專家演講 講完了再對焦一下發現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就換個角度想一想這個問題 拿它可以來做什麼用 換一個角度想 各位今天這樣聽完了以後 是覺得未來AI可以做很多事 然後趨勢大好前途一片光明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秀一下秀一下有沒有 秀一下秀一下有沒有 這個齁 這其實齁 也不知道是不是各位的心聲 但是齁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 越聽齁 也不知道他是該興奮還是該擔心 因為聽完以後發現很多事情 確實AI是可以做 而且做的可能比自己周邊的很多人都做得好 對不對 剛剛講那個校長不用人家幫他寫稿了 對不對 這很多事情都在發生 如果你是做那個事情 需要用AI的就罷了 如果你是被換掉的那個人 不知道該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這個落地的時候 他到底會怎麼長 這就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你是想辦法把一個新的東西拿去落地 讓自己變得更好的 還是去被換掉的那個人 他應該要怎麼落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當你看到這麼多的可能性的時候 是想想未來一片大好 我的未來不是夢 還是未來都是夢 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會是什麼 那這裡面也牽涉到 到底那個想像未來 到底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在談落地 一個很麻煩 非常非常麻煩的事 我要去拜訪一家業者 他說他們是那個 做call center call center 知道就一個一個set 一個一個set 賣多少錢對不對 AI進去 所以同一個人 可以照顧更多的顧客了 所以一個customer project進來 原來要十個人才能做的 變成五個人做 這是好還是不好 感覺上是好嘛對不對 剩了五個人 可是business model是一個人多少錢 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你原來是十個人可以賺十個人錢 變成五個人 你很可能只能收五個人的錢 那這個看起來生產力提升了 但是賺錢變少了 OK 那這到底該怎麼辦 這是落地的議題對不對 所以拋了問題 就是看到很多新的可能性 一片茫然 想要去努力 發現有很多點都可以有所突破 那我們就想要去努力對不對 那最頭痛的事情來了 你今天想完明天開始做 做一個月以後發現人家已經做完了 OK 這是現在我們在看三層次AI 這一系列的這個變革底下 很多非常頭痛的議題就擺在那裡 所以回來落地是什麼落地 就要想一想 不要急著我們慣性的就是 拿一個好東西就來用 看看可以做什麼用 要回過頭來看看 在做這麼多專家 他們都在變什麼 自己是什麼 這中間機會在哪裡 搞清楚跨一步還要想得夠遠 也許我們就知道該怎麼用 以上 好 謝謝 這個我剛剛有舉個例子 一個房地產 因為有個學生 他是做房地產的那個行銷企劃 所以以前都要照相 然後跟那個房地產公司 charge很多錢 然後比如說我要找模特 然後居然沒你 要他們檔期啊 這樣搞了半天 結果現在老闆就說 你明天就給我幾張圖來看 這樣子 然後你要charge他多少錢 以前可以搞很多錢 現在也不行了這樣 那到底是對誰好 看起來不知道 所以這個可能這個 整個商業模式也不一樣 好 那這個請一下 我們這個無創辦人 因為剛剛提到 你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都在做 有什麼為什麼一定要你做 然後呢 能夠做什麼跟人家不一樣 那如果從這個落地實踐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到底有什麼挑戰 因為AI它是個科技 那我們在用這個科技之前 先不要想說 擁抱它之後 再來想要拿來做什麼 要先花時間想說 有什麼問題值得我們去解決嗎 阿因斯蘭他不是有講嗎 說如果要世界末日 剩下最後一小時 他會花55分鐘想 壞 想問題 而不是去想要怎麼解決 5分鐘想執行很快 AI超厲害的 可是 我們工程師的思維 常常會想說 我有一個很棒的解決 但是我要去找problem 這樣 所以我們要避免 遇到這個 這個本末導致 所以在想落地的時候 就是回到各位的本業 你的本業現在的痛點 跟你當初創業10年前 它有沒有什麼很大劇烈的變化 如果有 你現在有沒有要轉型 去找新的問題 然後你覺得這問題的市場 夠不夠大 你是不是要找更多的問題 讓它市場很大 你收集夠多的問題之後 你該怎麼去把這些問題來解決 這時候你才會開始去想到科技 AI它只是其中的科技 AI它有幾個好處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它比較能夠repeatable 所以就是比較scalable 如果你是用勞力 我剛剛講手工洗車 這個東西雖然看起來賺錢 可是它不scalable 它沒辦法一直repeat 所以AI這個科技 它的特性就是它比較scalable 比較repeatable 然後你能夠做的商機 可能就可以跨越國界 可以協助你go global 然後它的速度如果很快的話 又可以讓你在很短的時間內 解決以前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才能夠完成的事 所以它可以讓你go fast 所以可能就三個key word 就是以前你可能只敢解一個小問題 因為你怕資源不夠 可是現在如果科技允許的話 你可以解比較多的問題 你的市場就比較大 然後你就可以比較go big 然後又可以很快的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科技 所以你可以go fast 然後你以前可能就守在台灣而已 現在有機會可以go global 因為AI它不用睡覺 它也不會累 你做了生意就可以去全世界的 大概這邊跟各位分享 好 謝謝 謝謝創辦人 那我們接下來請營運長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媒體 也是蠻驚人的 就是說有一個黃色小鴨 然後從一個媒體業來講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做完 但如果真的要做到這些事情 恐怕也會遇到很多挑戰 那他們怎麼解決呢 因為剛好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買一個電視台 然後他說他有很多database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用 然後真的拿出來就可以賣錢 好 謝謝 我想第一個件事情是 台灣接下來的支付產業 是要被當作數位殖民地 或者是要當成生存式AI的殖民地 這件事情我們要先思考 我們有這麼豐富的資料庫 台灣所有的這些電視產業是競爭之激烈 你很少看到去國外有打開之後 從第一台到第99台 第100台之後還有宗教性的節目 可以在播 競爭之激烈的 那這邊所有的資料怎麼樣是 把這些這麼有的資料 能夠把它轉換成是一個錢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那你有這麼多的資料庫 你為什麼要成為一個數位殖民地 你為什麼不搭的這次生存式AI的這個器材 還要寧願當下一個生存式AI的這個殖民地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的部分 這個所謂的生存式AI部分 會對產業最大的一個衝擊點是 你到底這個浪來了 你能不能趁浪上去 第一件事情是 台灣的支付產業的部分是 這樣的一個開放性的這個Large Language Model 你有沒有權利可以去客製化它 加持它 它是不是一個開放式的 可以讓你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是 如果我們把產業分成 包括剛才所謂的 參設長提到的部分是說 中小企業能不能做LOM 這個遊戲是不是只有大型企業才可以做 並不是 並不是 中小企業你要看你的口袋多深的話 你要解決的問題基本上你不會解決太多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 我們叫做Auto Knowledge Base 你解決你每天發生的 Knowledge Base 事情就結束掉了 然後在中小企業部分 這樣子真的是AI部分 你必須要在這個LM裡面 有沒有一個名詞叫做Auto Machine Learning 你可以Learning一個比較大Scale的這個東西 去解決這件這個企業 它不是只有在看台灣而已 它是可以看到國外這件事情 所以我總結這件事情是說 深層室AI是不管是任何的產業 你在這個時間點你就必須要去實踐 第二件事情 台灣剛好站在這個所有的最浪 我們台灣有最棒的資料 這是我在國外看不到 而且我們的資料還是結構化的資料 各位知道這件事情 要深層室AI 這跟回到以前我在2012年在談深層室 我們都會說 資料到底是garbage in 還是garbage out 資料的部分要結構化 而且還要人輕的部分 我們資料是最多 有些人有資料 沒有資料還不能做這件事情 台灣第一個資料量是大方豐富 第二件事情 台灣有太優秀的台灣的這些ODM的廠商 它幫忙所有的全球的人 去做這些硬體的部分 如果我已經有自己靠的是AI的軟體 你可以去客製化 居家製化 為什麼我不能去搭配 台灣的ODM廠商去 這件事情才會去台灣接下來下一步 正對深層室AI最短的部分 台灣不應該再等待 也不應該再當下一次的深層室AI的殖民地 這件事情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 謝謝 好 謝謝營運長 其實剛剛三位其實都點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當我們在運用深層室AI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問題想清楚 然後想清楚之後 剛剛營運長也建議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是不是可以結合我們既有的優勢去發揮 從支服業的角度 因為這個軟鞋的活動 我看大部分都是支服業的業者 那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有兩件事情要面對 第一個就是我的客戶 我怎麼要讓他買單 用深層室AI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是他自己本身 怎麼樣應用深層室AI 讓自己呢 剛剛吳聰明也提到 怎麼樣repeatable 怎麼樣scalable 就這兩個層面 那不知道三位有什麼樣的建言 來我們先請楊副指引講會 這個談起支服 很像支服就是服務有一個企業的對象 那希望可以把自己在深層室AI的能力 或是化成產品 然後可以賣給顧客 然後顧客願意付費對不對 然後付費買了我的東西以後 然後去用還不會出問題 對 不會出問題是消極的 積極的是說他用了以後沒有出問題 而且他還可以賺錢 這個cycle一定要 這食物鏈一定要賺起來 不然就會很難去完成對不對 所以當支服去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去看傳統的支服 這個跟資安不一樣 因為資安剛才講擁有data對不對 我們的大部分的支服 可能比較都是擁有系統 data是什麼 data是顧客的 你還不一定能夠隨便去拿顧客的data 來做自己的事情 因為這中間就會延伸一些各式各樣議題 可是深層室AI 如果沒有data 只有系統的話 就好像那個用check GPT 大家都可以用對不對 那為什麼人家要找你 而不是去找microsoft付錢對不對 所以那是頭一個問題 如果在一個專長領域底下 你有一個系統 那你的data到底是什麼 如何去擁有這個data 如果不是自己擁有的 那你可不可以找到一個策略的夥伴 他是願意跟你共享data的 當他願意跟你共享data 就要回答說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跟你共享data 然後對他有幫助 然後又不會傷害他 對支服業者也有好處 所以data可能是頭一個要去處理的議題 然後第二個當你有data以後 你那個系統加上data 就可以用AI去做一些聰明的事對不對 你也說那個要回封mail 像copilot那樣子 可以把過去的找出來 填一些新資料 就自動產生像這一類的事情 那這是很自然的 有很多的功能都可以去做 不過如果只想到這裡的話 好像copilot做一做都做掉了對不對 那又怎麼辦呢 所以可能還要再想遠一點 要怎麼想遠呢 就是回來老師學生和AI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是說老師在傷腦筋 有了AI以後要怎麼教學生對不對 那我們從學生學習的觀點 他為什麼要找老師學呢 為什麼不是找AI學呢 他在什麼情境下 當他會發有學習的需求動機 然後他應該從哪裡學 那如果從AI的觀點 到底是老師在教學生的時候 需要AI就要AI進來 還是AI在教學生 需要老師的時候老師進來 這中間的三者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它是會改變的 說不定有一天 我們就講語言好了 那個學生不學了 因為他有需要的時候就叫AI去翻譯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他會需要學呢 搞不好他的動機呢 不是為了學習語言 為了交女朋友對不對 所以呢 有一個動機去把它串起來 那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的改變 其實才是真正我們往未來看AI最大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講那個 支服業者的功能 他的系統裡面加上數據 然後加上AI功能會升級 可是倒過來 AI有沒有可能是AI在把那件事情做掉 然後需要系統的時候找系統 需要人的時候找人 所以你給他一個目標說 下一個月希望公司產品的顧客 增加1000人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任務呢 丟去給AI AI就會做適當的區域產品 客戶族群的分配 分配完以後丟給Sales去跑 然後跑完以後掌握他的進度狀況 如果沒有報告進度的話 去跟老闆說 那個Sales該報告的沒有報告 然後抓了以後呢 一路追 如果進度OK就正常 如果進度OK再跟老闆說 哪一個區域的哪一個客群呢 那個Sales動作比較慢 要緊密的緊迫盯人 所以變成是AI在做事 人是被盯著跑 那這個關係是什麼 如果我們想遠一點去看支付的關係的時候 可能就要想一想 我們未來的這個應用是什麼樣子 然後回過頭來去看自己的產品 和那個服務特色 可能就會找到一些 比較有未來性的機會點 以上 好 這個我們說 會不會剛剛楊副講完之後 整個公司 就怎樣老闆一個人 然後加一個AI這樣子 好 希望不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還是要Sales到處去跑 不然這個業務進不來 但是如果是網路性交公司 搞不好就會剩下一個老闆跟AI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來我們無創辦人 你認為一個支付業者 那怎麼樣能夠來提升自身的價值 跟幫助客戶產生價值 用生成是AI 我想到的一個機會就是 支付業者他轉型 就是往這個Manage Service來走 托管 以前我們可能是把工具 去整好之後給客人 然後客人自己去operate 可是我覺得在未來的時代 應該是越來越多 都是要交給專業來Manage 比如說以我自己當老闆的心態 為什麼我要請員工 因為我想要把這個事情 交給一個更專業的人來做 老闆不可能什麼事情都自己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老闆也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從客人的角度呢 能夠花錢解決的 應該都是CP值最高的 如果要他自己親力經維 那他本業都做不完了 所以如果他今天 他的本業是做醫療的 那其他跟醫療無關的 他應該都要找給專業的Manage Service 或是支付的來做 所以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各位在包Solution的時候 以剛剛那個Copilot來講 與其給客人Copilot 你應該是給他 比如虛擬秘書這個服務 而不是給他一個Copilot 我從我自己當老闆的角度 如果今天我的十一住行育樂 都有Copilot的話 我瞬間也傻眼了 因為我每天都在 跟Copilot互動就好了 我時間也沒那麼多 所以如果什麼事情都可以 外包成一個Total solution 然後我只需要跟他簡單的互動 而不是我要知道怎麼下關鍵字 然後要怎麼樣來過濾他給我東西對不對 然後生氣的時候也不能夠File他 因為我最後還是要用這個Copilot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我都會覺得 如果你要解決客人的痛點 那其實他就願意付錢 好 就是要了解客戶的痛點 因為很多的客戶他就是出張嘴巴 所以你就一個 讓他用一個虛擬秘書去管所有的Copilot 可能是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也說不定 好 來 我們營運長 那你的觀點又是如何 所以 王 我覺得是 資訊服務我們其實已經先定義了這個 這個架構叫服務 那服務的部分不會只有硬體 或叫軟體這些事情 當你在 你秀你的服務在報價單上面的時候 你能夠寫的東西不會只有 一是什麼 二是什麼 而且這個還必須寫得很清楚 你是用什麼規格 用什麼規格 服務這件事情所包含的一件事情 是在於 你創造了客戶多大的價值 你創造出客戶多大的價值 當然 給Echo一下就是 你很清楚客戶的痛點在什麼 所以你解決他這個服務 你提供這個服務來解決他這個問題 所以這很重要一點 就是在深圳市AI的部分 到底深圳市AI 能夠幫資訊服務 資服產業這個部分 你要忘記的 一用深圳市AI 我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給你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這個服務 到底是要由你自己來創造 還是用工具來創造 用Serve Party的工具來創造 這個是你自己 資訊服務 你要自己先理 因為每一家公司的自己的結構跟方向 跟組織完全不一樣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最大的優點 有些公司 他本來的資訊服務 他本來就在做硬體廠商 他就是在 永遠在做硬體的部分 你意思是說 你要變到服務 我老實講 這個是對那家公司來講 是很辛苦的部分 調一個公司的組織 都要調個一年到兩年 你要解決很多人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 提供硬體服務這件事情 在深層式AI的部分 你該怎麼提交 你的硬體的部分 你怎麼把它調調成 深層式AI裡面 最能夠接受的硬體 第二個部分 如果你是從軟體的部分 去提供你的服務的話 你就要看原先這個工具 你可不可以再去做加值 那我剛剛在下面有跟幾個 包括有一些很前輩來問我說 那請問到底這個部分怎麼做 我說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就是你這個 tool有沒有處理簡單的 Auto Knowledge Base的東西 因為我們如果攤開一整天的行程來講 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三五分鐘就可以解決 但是這三五分鐘的事情 其實就會將近五十條到一百條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找一下張院長 請問張院長 今天可不可以來跟我們演講 明天可能又有什麼受邀 然後今天又有月底又發生 直接列出來那個表之後 大概一百兩條 可是這所有的事情 其實可以用Auto Knowledge Base 就可以用一秒鐘 幫你解決掉這一百條 但是大的部分的話 就是資訊服務場上 你要想想看 到底這個工具 可不可以讓你自己做 Auto Machine Learning 而不是永遠都是依靠 這一個部分來去產生東西 然後你再Follow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去幫你自己做一個 Auto Machine 你就好像我每天都在唸書 那我初唸的不夠 我可能要去上一下EMBA EMBA上完之後 可能還要訓練個博士 像這個 像理事長這麼的好學 因為永遠在把自己的 Machine Learning這部分的知識 從原來我們講的一個部分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 你把它想到 他可能就是一個25歲 堂堂講 你到底這個有多聰明 他就是25歲 你可以考上律師初級考試 那人到了40歲 所以他的深層式的AI 看的部分就不是說 我到底能考多少事 而是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 跟判斷 能不能做出一個 因為累積經驗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深層式AI 對智雲服務的 我統稱一部分就是說 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 專業的知識 去解決short turn 的事情 那有沒有一個tour 能夠幫你解決short turn 的部分 這個是資訊服務廠商 要去談 千萬不要改變你原先公司的結構 因為辛苦 其實很難談 對不對 真的很難 報價單去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 先後面畫一個零 再跟你談這個部分 所以你要先清楚 你自己的價值 在short turn 跟short turn 的部分 能夠產生的服務 你才可以知道說 你怎麼去服務你的企業 這才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謝謝 我剛剛聽起來 大部分都還是從那個 就是到底公司遇到的一個瓶頸跟痛點 到底是什麼 從這個角度呢 出發 像剛剛雲營長提到的那個 比如說 好多的約會 我就看到韓國一個新創公司 是政府補助的 他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發現很多的商業人士 比如說 這個理事長 我要跟你演講 就講話的時候 但他一聽到之後 他就已經把行程 就講話說 好 那就是 30號中午演講 12點 他就已經把他寄到outlook裡面去了 結果就是 因為我們過去就是 老闆知道了對不對 然後就line給秘書 秘書把他弄起來 有衝突再去改嘛 這樣 那現在的就全部把他搞定 就是他也找到了一個 在流程當中的一個困難 然後呢就把他解決這樣 我覺得這個也是 不管是公司本身 或者是說公司在服務其他人的上面 其實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 這個是 那另外剛剛這個營運長說 如果你知識不夠還要唸那個DBA 博士 現在容易多了 比我們理事長那時候唸的時候容易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正在DBA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上 畢業之前要唸500篇paper 那以前唸paper是 現在不用了 就叫GBT 唸給你聽這樣 這樣就很容易多了 好 再要 好 那時間關係很快的請 三位語彈者 就是你覺得 在未來一兩年 整個對於AI的應用趨勢 有什麼樣 甚至是AI的應用 有什麼樣的預測 然後呢 對於台灣的企業來講 在這樣子的一個趨勢當中 要注意哪些事情 事實上剛剛營運長 也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知道要用在什麼地方了 可是怎麼選擇 人還有技術 對不對 還有資安的問題 那是不是幾位跟我們 分享一下你們的觀點 我們是不是就先從那邊來 好不好 來 營運長 我覺得生存室AI 如果按照這個趨勢 無法擋的狀況之下 接下來就是資料交換的問題 你的生存室AI 跟我生存室AI 如何去做資料交換 然後你的資料 有沒有被第三方所取證過 跟驗證過 然後你給他想一件事情 就是像之前那時候 在189年前那時候 還在談 台灣在開始談AI的這件事情 包括 晨涼計程部長談到說打群架 大家要打群架 那甚至是再過來 我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接下來部分 我會介紹這個資料的 這個共通性 資料的共通性 那我舉個例子來看 這裡有個專有名詞 其實叫做聯邦式學習 Federation Learning 我認為Federation Learning 會是在生存室AI 再過幾年之後 它會熱烈去被討論 那舉一個最簡單的件事情 我覺得說這個資料如果之後 大家所謂的一致性 或者是所謂的抗炫性 或者是資料安全 到底有沒有亂講的部分 我怎麼去驗證 舉一個最大的部分是說 像 像詹院長現在他說要退休到 但是 我如何能夠在台灣培養出 像詹院長這樣的人 在台北 在桃園 台中 苗栗 高雄 這件事情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 這個詹院長的話 那他每一個針對不同縣市 所提到 問他的一些問題之後 他都可以變成當地 最厲害的一個詹院長 之後他所訓練的資料之後 去掉剛剛安全性 去掉個資 去掉財務資料 去掉什麼資料之後 會訓練出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是生存室AI 訓練出來的模型之後 到中央的部分 有統合部分 就是有一個 真正的詹院長 統合起來 這是你們訓練不同 那變成一個最大的LM 那這個LM呢 就可以一件事情是 我們就不需要 哪一天 這個花蓮說 還需要一個詹院長 他就說 沒關係 當地已經由我的這個 本能訓練出 台灣所有的詹院長 所出來訓練 而且是我被我認證 取證過 認證過 宜蘭這件事情 就交給我宜蘭的三院長去做就好 擴大的部分 是跨地區的部分 諮詢產業 如果是這個 甚至是壓到驗證的部分 台灣可以把自己驗證的東西 其實他也可以去跟東南亞講 泰國、越南 甚至你的資料 越來越龐大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一個聯盟 其實你也可以加入這個聯盟 沒有辦法進入真正的那個 被認證的聯合國 但是我們可以用數位這個聯盟裡面 去邀請其他美國、歐洲 甚至不同大洋洲的地方 加入這件事情 我們的生意 就可以做到其他的地方 那如果繼續往這些做的話 我認為甚至是會往這個方向做 諮詢服務產業 其實也可以往這個地方來看 謝謝 哇這個Vision讓我們好興奮 最近北港武德公 他說他有分身8000多尊的財神爺出去 包括在這個海外有20% 那有點像剛剛營運長提到的 幾乎到處都有財神爺 所以你也不用到祖廟去辦 你就到這邊 媽祖也是這樣子 都有很多分身 那之後再回來 然後那為什麼每年都要回來 因為要到祖廟去 重新再提升他的功力 那這個是很類似的 哇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人工智慧發展基金會 可以合作來做這樣子的概念 好接下來請一下 吳創辦人你的想法是怎樣 我做兩個預測 第一個預測是 現在握有大量資料 這些AI公司都被駭客入侵 資料都被拿光光 因為國家級的駭客一來 這些AI公司都毫無造假能力 比如OpenAI有跟全世界聊天的紀錄 那哪邊還有比這個更寶貴的資料呢 這是第一個預測 第二個預測是 現在所有的武器都會被AI化 這對我們平民百姓什麼樣的感覺呢 舉例來講 駭客他可以下一個prong 說請幫我進到學校的系統 改完成機之後 學校追蹤不到是我 或者是請幫我到這個演唱會搶票 然後呢不要讓人家追蹤到我 像這類的東西 包括剛剛影韻長講 AI會跟AI互動 也都API可以串接 他跟真實的世界 在很快的將來 也都可以做各種的串接 這個都運動會成真 謝謝 好這個三句不離本行 所以也順便自我這個影牌提升一下 所以顯然這個資安還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們現在從自社會的角度 來預測一下 我們這個真是AI的一個發展 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跟本身一樣 做兩個預測 第一個預測 我們知道那個 那個下圍棋的AlphaGo的出現 改變了整個圍棋界的生態 對不對 然後打遍全人類無敵手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想像 將來會有各式各樣的Digital Worker 在每一個專精的領域 然後都打遍全世界無敵手的世界 包含產業和生活 這件事情應該離我們遠比想像中的近 前幾天有發表那個世界第一 那個Cognitive Lab 世界第一個Soft Engineer被做出來 他可以像人類的軟體工程是一樣 你給他一個程式開發的目標 他變成只Task 然後分配給不同的Agent去做 做完以後再集結起來 最後把答案交給你 這是Soft Engineer已經 那在各種不同的專業工作領域 類似的這樣的專家應該都會出現 這是第一個預測 從Worker的角度 第二個預測 我們在談AI相關的時候 我們都會談個資保護對不對 就是不要讓自己的資料被別人知道 對不對 拿去不知道做什麼用 那我在想可能有另外一個就是 不是叫保護 個資的運用 因為我們知道 你留越多的個資給Service Provider 以現在這種精準的客戶行家 他會更直接的提供你所要的服務給你 所以你適度的去把自己的個資 變成那個詹院長的各種分身 所以就會發現 全台灣有一千個詹院長在各處 這個做收酒做遊玩什麼的 然後看起來都像詹院長 但是其實都只是他的各自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的生活或者是服務的型態 我猜會有從End User這一端的人 會去想出一個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去跟所有的Service Provider互動 以上 好 謝謝三位 分別從他的專業提到說 未來的趨勢包括資料交換 包括聯邦式學習 甚至有國家級駭客要來收集你的資料 甚至篡改 像我常常覺得說 比如說我們去改成績的時候 為什麼學校就會發一個mail說 剛剛你是不是進來這裡 這樣子 我現在才發現說原來成績 因為我們年紀大了 就覺得成績不重要 對不對 誰管理一下成績 現在才知道說成績對學生多麼重要 這樣子還可以改 這樣子 剛剛我們在副執行長提到說 每一個都有個專精的Worker 甚至你可能會試圖的提供一些資料 來讓他更了解你 這樣提供的服務會更精準 我現在是知道說現在Service AI 已經有做一種服務叫做虛擬情人 我們知道以前叫做有一部電影叫雲端情人 叫Her 哇 就是現在已經有好多這個人在上面交男女朋友 甚至有人來劈腿一次交六個人這樣子 然後也有跟虛擬人結婚 那我覺得像社會的情境 看起來在Service AI之後 也會更加驚人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都可以預先因應 但是這個因應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商機 所以大家怎麼樣來合作 可以來這個崛起這些商機 或許這個各位可以跟 在資安方面就跟奧義智慧 然後在這個剛剛提到的分身 應用落地可以跟人工智慧 那如果將來的場景 將來的實際 真的要implement的時候 也可以找指示會來合作 那我們今天 當然軟鞋是非常重要的基地partner 一定是要一起前行 所以數位轉型 軟鞋與你同行 好我們今天 今天的論壇就到這邊 謝謝三位與譚哲 也謝謝大家 今天的歷臨 謝謝